大家好,今天讓大家講講國安部接連破鑊、撤取稀土案、涉嫌走私、均用及稀土 美育媒體說從石油美元到礦物人民幣 美育錯失綠色轉型的機遇總是正常令起勞灶搞身體系 今年未到嚴下,半人地區已經反常地嚴熱 印度錄得50度以上的高溫真正是熱死人 更反映了氣候暖化問題的嚴重性 在全球變亂的巨大浪潮中,中國正加速向綠色經濟和新能源轉型 將美國大幅拋離,開始撼動美國經濟霸權的脆弱基礎 西班牙空軍宗教胡安喬夢和美國海軍軍官布蘭丹齊亞馬 5月30日,在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的網站 發表了《從石油美元到礦物人民幣》一篇文章 單看標題已經非常吸引眼球 文章認為石油美元正日漸息尾 他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50年以來,美元的相對強勢和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價值 保護了美國的消費者、企業和機構 令他們免受通貨膨脹上升和美國債務指數級增長 本來應該帶來的有害影響 隨著人們越來越擔心氣候變化的後果 和中國這個新的全球大國迅速崛起 美國經濟霸權的脆弱基礎開始出現裂痕 文章說,綠色轉型創造了機遇 稀土元素作為大多數有助於對抗氣候變化行動的 綠色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稀土正在成為一個坑比石油的全球大宗商品價值鏈 並且可能挥入到美國的霸權 中國的非速崛起和它要成為全球經濟 包含它一部分的系統性長期戰略 對現有的世界秩序提出了諸多挑戰 包括中國建稀土價值鏈中的主導地位 中國通過幾十年以來 建稀土開採、提煉和製造工藝流程上不斷成熟 以憑植能夠阻止國際競爭的經濟體系 中國成功確保了對稀土這種未來燃料 近乎絕對壟斷控制 直至於2022年 中國佔全球稀土的開採量60% 加工量的85% 而稀土永持材料的產量更高達90% 考慮到美國追管稀土生產所需要大量投資和時間 再加上各種社會對美國的舊制度的穩定性越來越懷疑 石油美元可能有早一天 會被一種新的法定貨幣取代 這就是礦物人民幣 這種貨幣由新的關鍵自然資源支撐 並由控制它的國家來定義 2022年 未有貝萊德公司首席執行官佛林克預測 全球經濟的脫炭進程 將它創造我們一生以來最大的投資機遇 那些未能適應這個大潮流的公司、城市和國家 將會被拋在後面 國際可塞生能源處說 要實驗洪心勃勃的2050年碳中和氣候目標 全球從現在到2030年每年需要花5.7萬億美元的投資 而與之相關的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能源轉型 將繼續創造新能源市場的前景 然而無論是美國或是其他現代化工業國家 都沒有準備好與中國競爭 增加了這個成盤般增長的經濟機遇 文章接著分析石油美元遭遇到的衝擊 他說氣智大戰之後幾十年內 七國集團的崛起和汽車工業的快速擴張 以及精製石油產品的獲取密切相關 七國集團汽車工業的成功投資既非偶然也不是命運使然 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戰略 是將主要的戰後工業產能 和重要的自然資源壟斷互相結合 但是在美國和他的盟友 在他們全球霸權的鼎盛時期 他們亦不得不與石油出口國組織抗衡 如今對中國來說 不存在像石油出口國組織這樣的制約 美西方要與中國在稀土供應鏈上作重大競爭 需要至少15年的時間 並且要徹底改變投資戰略 即使今天擺脫石油主導地位的全面轉向尚未生效 但全球市場亦開始願意考慮取代全能美元的方案 儘管美元在國際貨物基金會特別提款權的價值 佔比仍然是最大 但用人民幣將來貿易和投資亦開始有比較高的增速 沙特、伊朗、埃塞俄比亞、埃及和阿聯酋已經加入 或即將加入金磚國家的合作機制 還有十幾個國家包括石油巨頭委內瑞拉 正在提出喜美萊加入的申請 將會令金磚國家控制的石油 在建成石油儲備中佔比越來越大 同時幫助實現這個集團 成為全球南方捍衛者的紅心 沙特作為美國石油美元的剃造者之一 正是積極尋求重新平衡和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近期與中國達成了一項重大規模的雙邊本幣互換協定 文章直指環球經濟秩序正在變化 隨於中國侵蝕石油美元的基礎 並將鞏固對稀土這個未來新的首要大中商品的控制 問題仍然在於美國領導的金融體系 在什麼時候真正處於危機之中? 文章說儘管中國製造能力超過美國 並保持全球地大經濟體的地位 但是中國仍然需要確立一些必要的 基本貨幣體系運作方式 以提供一種其他國家可以感到放心的替代方案 當北京在拉攏產油國合作 加強對稀土元素供應鏈壟斷的同時 中國的經濟體系暫時依賴於 西方合作夥伴和他的金融機構 但是美元的前景也好不到在哪裡 無論是美國 因為他的歐洲盟友之間 如今是一個政治極化和分裂加劇的時代 西方缺乏凝聚力和妥協 限制了西方對抗中國這個潛在對手的長期戰略 美國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達利歐 在2021年出版的一本書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 警告說 由於40%的美國人認為可能發生內戰 支撐美元的法律保障正在失去光彩 沒有過度的公共支出 高負債和通貨膨脹 進一步危及美元的信誉 總之西方幾乎沒有辦法 維持理想世界秩序的全面戰略達成一致 但是中國和它發出擴大的朋友圈就越來越一致 很多人稱讚金磚國家抗原 是對有著幾十年的歷史 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已經產生挑戰 金磚國家通過共同努力 可以創造一個獨立的 不受西方發起的金融干擾影響的全球市場 然而考慮到全球化國際金融的複雜性 只有一個合理的選項 由稀土元素等關鍵資源支撐人民幣 會成為這個新市場的核心 民眾和西方的利益出發 說美國如果不作出努力 對稀土等關鍵原材料的供應鏈 再投資的話 將會失去對它長期持有的 主導性的國際經濟影響力 亦會失去權威工具 看見這篇西方軍方人士 講抗物人民幣的分析文章 再看看國安部 近日接連破獲的稀土案件 就特別有意思了 4月14日 各國安全機關 破獲了一宗境外某間 有色公司 非法竊取 稀土領域的國家機密案 對涉案人員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國安部說 內地某某稀土公司的副總經理 成某 結識了一間境外有色金屬公司 上海子公司的葉某某 後來葉某某被他所屬的境外公司 外籍員工的指揮下 以提供金錢報酬為有利 多次試下向成某索要 中國稀土的收處名勢 指令性計劃等重要訊息 另外 到5月30日 國安部又公佈另一宗更加勁爆的稀土案 今次外國不單虧取稀土機密 還走私稀土 國安部說 部份境外公司 和某國的軍方存在合作關係 也和中國商務部制裁的公司 存在著貿易關係 這些境外公司以巨額訂單為利 引誘勾結中方人員 大量走私稀土等管制類物項 少數公司還要求相關的產品 達到某個國家軍用品採購的標準 這些稀土管制類物項違規出口 並且被濫用 嚴重損害國家利益 對國安全構成威脅 國安部在官方微博說 長期以來 境外間諜情報機構 緊盯著中國稀土行業的內幕性情況 千方百計開展情報搜集活動 近年以來 一些境外的間諜情報機關 背景複雜的機構和組織等等 長期看著中國稀土產業的發展成果 為壓縮中國稀土產業的發展空間 無所不用其極 頻繁開展情報竊物 技術提取和擴產竊取等活動 對中國資源安全造成損害 港版國安部提到 某些西方國家結成的利益同盟 以獄打造去中國化的全球稀土產業佈局 一方面 利用媒體污衊指責 中國到海外投資的稀土企業 在境外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製造場備管理的理由 並且利用行政手段 最終的企業進行制裁 損害中國海外的利益安全 另一方面 他們由大量拉攏中國稀土產業 相關的技術人才 網途奪取稀土領域的核心技術 各個安全機關掌握到境外的機構 以合法去掩護非法等方式 通過第三國於回拉攏 中國大量技術專才團隊為他們服務 轉移中國稀土開採分離等前端出口管制技術 和產業鏈相關領域核心技術外市的形勢非常嚴峻 國安部強調會大力打擊在資源安全領域 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稀土是多種新能源行業 和軍火生產的重要材料 很多人以為中國對美國軍工企業制裁並沒有作用 但國家一對這些公司制裁 他們就無法買到中國稀土產品 唯有透過第三方違規購買 結果被國安部釋破 第二,中國稀土行業大幅領先 美國過去幾年對出口中國的高端芯片實施管制 卡中國的頸 令人覺得美國好像有很大的影響力 其實如果中國用同樣方法限制對美國公司出口稀土 包補他們生產大混亂 中國暫時沒有這樣做 但單是向制裁的美國軍工企業限制對他們出口稀土 已經令他們很麻煩 搞得要走私中國軍用級稀土 中國有殺手簡 只是未到關鍵時刻 未全面出招 第三,那兩個美國和西班牙軍官 在美外九政策聚焦研究計劃刊發的文章 點出從石油美元到抗物人民幣的轉移 他們認為當日美西方透過發展製造業 加上對石油能源的控制造就了石油美元 但如今已日漸適美 中國今天不單加強對石油資源的掌控 更加透過發展新能源產業 以及對稀土等相關抗物的控制 就可以發展出抗物人民幣 這確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官乎國安部針對外國對中國稀土行業的滲透 就知道美西方開始急了 另外,在石油台的事實化評論 我會講到 這次上俄六號登陸月背的任務 就是可以預求背面採樣然後回來 在38萬公里之外 遙控上俄六號的挖掘機 中國如何解決這個世界級的難題呢? 歡迎訂戶去石油台收聽我的評論 多謝大家